日本製廚司機 消費者在網路上訂購 向退貨卻被網購平台要求 補貼兩個箱子費用 一共兩千元 客戶打電話來就問說 你的箱子上面塗鴉 我就覺得很莫名其妙 我是直接在貼紙上面寫退貨 我們連開都沒有開 膠帶都沒有割開或撕開 箱子應該也不只 就是不只一千塊吧 如果我是廠商 我不會去收那些錢的 網購平台以箱子回損為由 要求賠錢才要退貨 消費者普遍難接受 我還要付你兩千塊 我才能再拿回我的錢 簡訊傳來限兩天內要償還 他才能幫我辦退貨 消費者看到都會很火大的字吧 出示簡訊多次溝通後 網購平台把價錢從兩千降到一千 多次催套 紙箱它也是從日本過來 所以我們在替換的時候 必須要跟原廠做購買 一個大概要一千五左右 走訪其他電器行業者分析 因為日本原裝進口 紙箱取得不易 箱子有無損 就得當福利品打發折買 但消費者退貨的箱子 真的有無損嗎 他向網購平台要照片作證 卻沒下文 如果真的要我付 你應該把箱子寄回來給我 要這麼貴 那你要提出證明 你能不能提出來 不能 交涉近一個月 最終網購平台才同意 不向消費者求償 發出聲明說已經協助退貨退款完成 但提醒退貨商品需恢復原證 避免影響退貨權限 不過消保官也回應 網購七天無條件退貨 本來就該從寬認定 認為這一千元的箱子費用 要消費者出 實在說不過去 再次我們在日線說明投不倒